大家好,我是Sarah 我是MSIM第一屆畢業生 而我現在正在做 business analytic trainee 很多人都會有悶 到底 business analytic又是做些甚麼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比喻 如果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中國人 他們說話,如果大家沒有共同的語言 其實就溝通不了 而BA這個角色 就是做一個IT和 business 的一個橋樑 這個課程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 一個就是管理科學 一個是資訊管理 另外我們會將他們兩個整合來應用 所以同學有機會學到商業的知識 也會學到一些資訊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的知識 其實剛出來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很多僱主都會問 MSIM到底是讀哪一門的專業 很多人就會不以為一定是讀IT的 你找得了IT的工作 也一定是讀IT的 是的,不過這個只不過一部分 我的課程 即MSIM裡面 它包含的不單是有普通的電路語言 我們俗稱 也有很多在關於 business 上面的層面 怎樣去應用 怎樣去利用一些不同的軟件 又或者是系統等等 去應用在你的職場裡面 MSIM這個課程是用資訊科技去管理企業 這個課程是混合了IT和 business 的元素 同學可以找到不同的IT工種 例如是 project management business analyst 我剛開始讀MSIM 即是第一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始終是 senior entry 之前也沒有讀一些Java 或者電腦程式等等 剛開始找到 是真的會有些難度的 就是慢慢靠著很多老師 和同學幫助的時候 慢慢就已經抓到 Java這個語言是甚麼呢 然後怎樣用mini tab 或者一些軟件 去處理一些很大量的數據 轉化成為資訊 其實我們同學 就業前已經是非常理想的 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找 譬如business consulting business analyst 或者project management 這些人才 這些人才是需要結合 business的知識 和一些IT的知識 他們也可以賺到 非常可觀的收入 而我將來 其實都希望能夠做到 project manager 因為其實我都很喜歡 跟別人溝通 而且我又覺得 既然我都讀了這一科 那就不要浪費了它 應該將它 愈來愈善用我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發揮在職場上面 這樣才能夠回饋社會 和回饋學校